台大申请入学放榜台中一中今年有86人上榜8人进台大医科 其中吴宇棠和李依伦分别录取台大医学系和电机系 李依伦是篮球校队参加过科展和梳理竞赛 对机械运作很有兴趣 因为我之前有跟同学一起比过科展 就是我把专题研究去投稿到科展 那准备科展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有像是学一些 因为准备科展的过程中就是像是我要进行口头报告 也就是也有训练我口语表达的能力 那像是我有准备像是数理的数学的竞赛 那准备竞赛就是我有去参加一些营队 或者是去跟学长的读书会参加 就也认识很多就是比我更厉害的人 流利英文自信表达乌宇棠英文听说读写聚家 家族中更有12人都是一中校友 可说是学霸家族 因为疫情看见医疗对社会的重要性 因此选择疑科就读 那我自己之前有参加医院志工的经验 那过程中我就是虽然我没有做什么师资 就是像医师人员他们那样 可是我有帮忙就是推论以之类的 但就是我看到这些可能老太太 他们身上有这些病痛 但我只是帮她推论以这种举手之劳 他们就已经就是非常感谢我 就是一直说年轻人谢谢年轻人谢谢 那我想说如果我能成为医师 真的实质上帮助他们从这些病痛上痊愈 我认为说这样是我回馈社会最好的方法 台大是一个蛮注重二阶 不管是鄙视或者是面试的学校 而台中一中在这边 在资料面的话 我们有中部最完善的一个被审资料系统 那另外在学长界以及外界 师长来指导传承的部分也做得很好 所以在学生的二阶能够提供最完善的辅导 校方表示108课纲实施后 学校除了安排申请入学模拟面试 更邀请到大学教授医师到校进行实战演练 帮助学生进入理想大学就读 发挥个人偿才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